大家好,我是Ean 上期视频我们介绍了2018年到2019年 多仁多独立屋涨幅最大的10个社区的上半部分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剩下的5个社区 关于数据筛选的标准 上期我做过详细的介绍 这里就不再赘述 简单来说 我取的数据都是2018年到2019年 多仁多市内各个社区独立屋的平均价 这里先做个更正 上期介绍第10名到第6名的时候 我把第10名漏了 其实上次的数字是第9名到第5名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涨幅排第10的社区和前4名的社区 涨幅排第10的是多仁多东区101的 North Riverdale社区 North Riverdale的独立屋均价 从2018年的155万 涨到了2019年的1745,000 涨幅12.4% North Riverdale这个社区 应该算是东约克最适合有孩子家庭的社区 这个区有两个非常漂亮的公园 学区也是整个多仁多排名最靠前的 社区的自然环境可以说是整个东约克数一数二的 整个社区的建筑风格主要是维多利亚的建筑 社区的东面有东区唐人街 又仅靠Danforth大道的希腊城 所以整个餐饮购物都有非常多的选择 交通也很方便 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会选择骑车或者是步行去上班 涨幅排第四的还是在多仁多的东部101区的 Blake Jones社区 独立屋均价从2018年的104万涨到了2019年的120万 涨幅16% 这个区紧贴在North Riverdale旁边 虽然环境来说它没法和North Riverdale相比 有很多火车道 还有个殡仪馆 但是它的价格相对便宜 在Riverdale这几年暴涨的基础上也是随涨船高 因为相对来说这里的价格还是低一些 同时又能享受和Riverdale类似的生活便利程度 排名第三的终于来到了多仁多中城区 C03的Forest Hill社区 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的森林山豪宅区 这个是多仁多最老牌的豪宅区 独立屋均价从2018年376万 涨到了2019年的444万 对豪宅来说 最主要的卖点是它的稀缺性 土地大小是一方面 但位置才是第一的 这也是为什么郊区的很多所谓豪宅 现在2020年还卖不上2016年的价格 但是市区内最核心地端的豪宅 它的价格才是不减反征的 涨幅排第二的是多仁多靠西 W03的Coso Italia社区 这个社区的独立屋均价 从2018年的95万5千 涨到了2019年的116万 涨幅21.7% 这个去听名字就知道是早期 意大利移民聚集的社区 意大利人给人的印象都是比较会享受生活的 那这个社区也有非常类似的特点 有很多非连锁的咖啡店 面包房 冷饮店 非常有生活气息 每年7月还有意大利文化节 而且位置上来说 它离当堂也很近 去当堂上班也非常方便 价格也是一般大众可以承受的 现在有非常多的首次购房的年轻买家 会选择这个区域 涨幅排第一的又回到了多仁多的东约克 103的Plater Estate Stanford社区 这个社区的独立物均价 从2018年的174万 涨到了2019年的225万 涨幅29% 这个社区非常小 交易量不大 所以数据可能每年波动会比较大一些 但这个社区本身也是这几年非常火的一个社区 首先它在东约克的最西面 穿过DVP就是多仁多最老的豪宅区 玫瑰谷 社区对口的小区也是常年排名安省前10% 这个区基本上所有的房子都可以步行到地铁站 因为这个区独立物的地块相对东约克其他区来说也稍微大一些 所以它的均价也相对比较高 这个就是2018年到2019年多仁多独立物涨幅最大的10个社区 10个社区中东区东约克占了6个 西区的话也有3个 这些社区可能并不是很多华人很熟悉的社区 并不一定符合很多人要求新房子 大房子 好学区的要求 自助来说对很多华人朋友可能也确实不是很方便 但作为投资来说有很多区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它有比较好的一个投资回报率 大家在做房地产投资的时候眼光应该放得开一些 房地产投资并不是只有买一个condo楼花 或者是买学区房 尽量多了解一些社区 给自己多一些选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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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